大家的電腦程度啦 看得出來 其實比前一般稍微好一點 前一般大概90%以上都是入門 那這一般稍微好一點 總共有87% 這個數字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多的應該就是這個 高切的話大概就也有三位同學 所以這落差還蠻大的 這三位同學 如果你三位同學都假設你的 程度比較好 那你可以針對我課程裡面 安排其他題目你可以練習 或者甚至我們其他還有蠻多地方 可以再延伸的 你可以多練習 像ChartGPT你也可以試試看 跟ChartGPT問程式怎麼寫 如果你可以寫出來的話 產生你可以去debug看看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兩個進階 然後一個是不熟悉 但是會寫C元 其實會寫C元的話等於就有點基礎 不過我是覺得C元跟Excel 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其實有一段距離的 好 所以第一題 第二題的話有沒有對ChartGPT有使用的經驗 那當然最多的 有 但不常用 那還好 大概快43%的 那第二多的話是什麼 沒有使用過 但知道 如果你是這個選項的同學 可能就是在花點時間 你第一個 很簡單嘛 你找到ChartGPT的網址 你Google查ChartGPT 或你打個GPT也可以啦 他就會到他的官網嘛 然後你就是使用方法非常簡單嘛 你就打個GPT也可以 有沒有 然後Enter一下 這個就是了吧 然後你點擊進來 那你要怎麼Login 我是直接用Google啦 所以這個Login的話 你直接打一個Login 點一下 然後它這個裡面跳出來的話 你就是直接Login 我之前是用E-mail 但我發現E-mail很麻煩 每次要驗證一大堆 所以後來我乾脆直接用Google的帳號 那點了它就進來了 那你直接可以在底下這個訊息 你選ChartGPT這一個選項 那進來之後你就會開始問問題了 它會馬上給你一個答案 OK 比如說你要寫一個什麼樣的程式 那底下都可以 或者是將來E-sale函數你不會用 也可以問 我想要在E-sale裡面查A欄的資料 查A欄到另外一個表格裡面 幫我抓資料的一個查詢 那請問一下我該用哪一個函數 甚至你可以跟他講 A欄是什麼 B欄是什麼 C欄 那表格在哪一個位置 它也會幫你把那個公式產生出來 我是覺得它是還蠻厲害的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問的問題 像什麼 請幫我寫 比如說請幫我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找出A欄 A欄是什麼 B欄是什麼 它會幫你把那個整個程式寫出來 那更厲害的地方是你直接Copy它 貼到那個E-sale的VBA的環系裡面 如果馬上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一個字都不用改 真的太厲害了 但是你會發現它到底寫什麼 你要看得懂 然後至於如果假設 不見得每次都是沒有Bug的狀況 那如果有Bug你該如何改 或者是說它給你一個架構 那你要改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你有沒有辦法看懂它給你的程式 這點我覺得是學習的重點 所以我覺得Copy顛覆了以前 學程式的一個過程吧 以前可能學程式必須要很花時間 以前學生可能花個一年之後 跟我講說老師 我學一年我還是不會寫程式 怎麼辦 再繼續學 兩年之後再學 還是寫不出來 三年還是最後放棄了 OK 現在不用你只要剛學 你就跟ChargeP熟悉之後 它可以馬上幫你寫程式出來 那剩下就是你要了解 它給你的東西 哪一些是你要的 哪一些是你不要的 哪一些是你可以改 哪一些你不能改 這可能還是需要熟悉 還有一點 你到底要把程式放哪裡 這個也要知道 OK 所以剩下我覺得應該比較簡單的吧 以前可能是很困難的事情 慢慢變簡單 而且AI很厲害 AI它除了說它會寫程式之外 它甚至呢 它還會不斷的在修正喔 比如說你這個程式有問題 你還可以請他說 請你幫我改哪些地方 再重新再給我一個程式 它會幫你修正喔 我覺得這蠻厲害的 所以這個建議 如果你完全沒使用過的同學 一定要花一點時間喔 然後其次的話就是有 而且經常 它有14%耶 這蠻好的 但是沒有輔助程式的經驗啦 因為現在所謂的這個AI 像ChargeBC就是所謂的深程式AI 它能夠幫什麼忙呢 寫程式是其一啊 不過我覺得其他還有啊 幫你寫論文 幫你寫報告 幫你回Email有沒有 幫你寫作文都沒有問題 而且你還可以限制它字數喔 請幫我寫一個什麼什麼題目的報告 然後就是前面可能還說 請幫我寫一個一千字的 它會真的是大概一千字左右喔 而且寫出來的水準喔 也是讓人家非常的驚豔 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 那目前GBT出來的時間不長 我記得好像2019年 到目前為止大概四年的時間 它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成績了 其實是非常讓人家覺得 哇 shock了 OK 四年就已經可以改變 多少的這種 這個學習的知識的一個方式啦 所以我覺得未來應該會值得期待喔 那所以啦 現在有一個現象 好像是只要跟AI有關的 相關的股票喔 都非常 都一直亂漲 漲得亂七八糟 所以之前那個 去... 是去年 是今年的那個台大的那個什麼 畢業點不是找一個黃仁勳 黃仁勳他是做AI的這個什麼 設計AI晶片的 就是GPU的部 結果他一來然後去秀一下 他股價又漲了兩倍三倍了 OK 而且現在還一直在漲 OK 而且他市值一直爆高 甚至GPU的市值都超過CPU了 所以現在GPU就那個顯示晶片嘛 比那個電腦裡面的中央處理器 還來得更值錢了 OK 所以這個這個世代的演變喔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再觀察一下 也就是說跟AI相關的產業 都變得很值錢 都變得很賺錢 所以台灣也是一樣跟AI有關的有沒有 像那個什麼廣達有沒有 他做那個AI的伺服器的 本來默默 這幾個月好像漲了大概兩三倍 也是漲漲七八糟 不知道為什麼 OK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不妨再瞭解一下 這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這一件事情 跟大概1995到2000年的那個網路蠻像的 網路剛興起 像20年前我記得 我那時候交電腦的時候 同學常常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我們需要學網路 網路重不重要 當然你20年前或30年前 你問這個問題 大概1998的時候吧 我記得 那時候學生問我這個問題 1998 25年前 你會覺得說這還要問嗎 網路這 你生活裡面處處都一定要網路購物 網路什麼消費或者是 已經變很常態了 但是問題你25年前的人喔 他會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選項耶 為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25年後 居然會變成現在這個狀態 有沒有 25年前的網路是什麼上網 不知道各位有看過 有個裝置喔 叫Modem的 Modem就是那個播接的有沒有 以前上網不像現在是用光籤的 以前上網是用電話線耶 然後會有一個機器喔 他播接的時候用電話播 然後播通他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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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網的速度喔 像現在都是100Mbps對不對 那時候上網速度多少 我記得我買的第一台Modem是14.4K的 14.4K是什麼概念啊 假設1Mbps是算1000好了 其實應該1024啦 反正1000喔 現在等於100Mbps的話喔 那時候14.4K喔 等於是1000K喔 才等於1Mbps 那時候14.4 那所以你會發現他突然有一個新的機器 是28.8K 哇翻倍了 趕快去買 沒有幾個月 然後突然又33.6K 又多50% 趕快去買 所以那時候的光滑商場喔 簡直是熱鬧門庭落勢 你們不知道 可能那時候你們年紀還小啦 所以這已經是歷史了 但是可想而知跟AI現在滿像的 好像那年代只要跟網路有關有沒有 哇那家公司都賺了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的網路公司 其實是有點像詐騙集團 根本那家公司完全不賺錢 但是所有投資人喔 通通把錢丟進去了 所以2000你們Google查一下 有一個那個名詞叫網路泡沫 網路泡沫是什麼呢 因為你所有投資人都把錢丟給網路那個公司 就那公司錢太多 不知道怎麼花就亂花 花一花之後發現怎麼沒錢的 那沒錢也沒辦法獲利 所以慢慢就爆就爆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整個經濟有往下跌 在網路泡沫 所以有人在想說 那以前2000年的時候 可能有網路泡沫 那2023年之後 可不可能有個AI泡沫 我是覺得蠻像的啦 但我不知道 也許他會記取歷史的教訓 但我覺得可能也會有 因為現在有點AI過熱的感覺 OK 反正這是題外話 那到底Excel的函數呢 有幾個 那你說為什麼老師 你要問Excel有幾個 其實重點是因為Excel 如果你要學會 你要說你會Excel的話 第一個你要知道函數的使用方式 而且函數不是只會用加總跟平均 你一定要會所有的函數 OK 而且的話懂得怎麼樣 靈活應用 一個問題 那你說函數什麼 其實講白話意思啦 一個函數就等於一個解決方案 一個解決的辦法 比如說你要算加總 那總不可能用計算機吧 你上一下把範圍給他 不就得他一個答案了嗎 那平均不是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要一個問題 要解決的方法 Excel裡面都有很多幫你寫好的函數 那你前提是你要知道 哪一個函數可以解決哪一個問題 OK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辦 Ctrl C Ctrl V OK 所以你會發現職場上很多人 每天都C Ctrl C Ctrl V 所以你只要觀察 那個鍵盤通常退射最嚴重都是C Ctrl鍵 為什麼 因為每天都一直壓嘛 真的耶 這不是開玩笑 而且有些時候 有些年紀比較大的 他都不想學 所以每天都在複製貼上 太沒效率了吧 OK 所以我覺得 你們優勢就把這個學好 你們到職場上嚇嚇叫了 很多那個資深員工 可能就把你當神一樣 哇 你這這麼難你怎麼都會 而且你怎麼都把它寫成程式 對他來講簡直遙不可及 因為他們在就學期間 他們沒學過這個東西啦 所以你回去的話 真的可以跟你父母親分享 如果你父母親在上班 你可以跟他分享 他會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遇到很多案例 就是學生回去跟父母親分享 反而父母親更學得更認真 OK 那所以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250到300 OK 幾個人答對 兩個人答對 OK 好啦 其他我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函數的數量 也就是Excel裡面的函數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以重要性來看 他應該是排在第一名 我自己這樣覺得 因為如果你不會用Excel函數 你千萬不要說你會用Excel 所以將來你去面試 人家問你說你會用Excel 你說會 然後他可能問你幾個 請問一下哪個問題用哪個函數解決 對 比如說我想要排某一個範圍的大小 我想要找出第三個 請問用哪個函數 第一個你要知道Max吧 Max最大對不對 可是我要第三個喔 那用哪個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對 所以面試這一個 然而你回不 如果你馬上可以回答說那舉 好 就你了 對 你回答不出來的話 你再等消息吧 OK 真的 現在很多面試直接問你問題 直接就問你哪一個 類似像這種簡單問題 如果你實在答不出 我真的你來公司 我們也覺得很麻煩 因為每天我要教你很多東西 你每天還想說 到底哪個問題用哪個函數 好 對不對 OK 那就麻煩了 你總不可能每天在Google吧 每天在GP 但真的現在很多新的 每天都在Google 每天都在自己找 那也沒有 可是問題最好是你就會用的人 而且用得非常純熟 那就根本就不需要 特別還要再要求了 OK 所以其實現在有個趨勢啦 現在職場上要的 可能學歷慢慢比精力 甚至是一些專業能力來得更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學歷不代表說你會做 那我現在如果找你進來 你可不可以幫我馬上升任這份工作 而且我不要在旁邊一直在教你 OK 因為我不是職業訓練中心吧 對不對 所以我每天要教 而且我聽到很多業界的朋友講說 我把我一個新人訓練差不多了 他說他要離開了 他又覺得很挫折啊 每天都要訓練新人 他剛開始有點熱情 之後就根本不想要教了 為什麼因為把你交會之後 你又要走了 那這太浪費我這個 怎麼講 也會覺得說 我這樣不是很浪費我的公司的資源嗎 那你對哪部分課程有興趣 所以我剛剛講的重點就是 可能你們還是要有一點認知啦 最好是說你在學校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東西先學好 這樣的話你可以無縫接軌嘛 人家要你就直接馬上可以進去 然後馬上可以是一個極佔力 你對於公司是正分喔 而不是負分喔 你是神隊友喔 不是豬隊友喔 有沒有 有些人真的都不會怎麼辦 你的主管一定很頭痛 對不對 而且可能你也會有壓力啦 因為每次問你 這學校不是有教 學校沒教 那就是一個你自找OK 而且如果你什麼都已經都會的話 那大家會覺得 你真的很棒喔 好那再來的話你想要學哪部分 同學最有興趣的 當然也是我最希望能夠大家學會的啦 這個就是所謂的視覺化圖爆表的部分 當然也是現在職場上很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你把一大堆很就是冷冰冰的數據 可以把它做成一個生動活潑的圖表 那當然可以讓大家一目了然 可是要如何做會是最簡單 OK 所以我們這課程啊 我有經過思考到底哪一些是你們最需要的 當然我不要一下子就把它講得很困難 所以我會先按部就班 所以前面部分會比較簡單 就是盡量還不太會寫太多的程式 不是說完全不會 但是寫的可能比較少 那有沒有Essale哪些現成的工具 就可以達到這件事情 我想了一下 你可能第一個要學會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學會樞紐分析表 第三個的話呢 你要學會樞紐分析圖 OK 所以其中報告就是要要求你這三項 這也是現在職場上最基本的 所以以後面試新人直接問他說 你會不會這三個 好 會留下來 不會的請離開 OK 第二個的話呢 再給你三個這個方面的考試 好 考對的留下來 考對的離開 這樣滿好的 這樣就知道說到底誰會誰不會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真的還要把它 因為我剛剛其實從某個單位過來 我自己本身 等一下 先 那再來的話其實是好像CharGPT 這個也是我這學期新加進來的 那為什麼要加進來 因為之前我還一直覺得說 這東西是一個玩具 當我開始教這個課 因為我有開那個CharGPT 與Python跟Essale的 這個結合應用 然後我發現了 我在準備的時候我發現 出乎我意料之外 還有一點啦 就是最近的那個電腦圖書有沒有 你看排行榜 你在博客來或者是哪一家 你看電腦圖書喔 那個書要賣得好 有一些這個叫什麼 密碼 那個密碼就是前面要加CharGPT 那本書就賣得很好了 OK 有沒有 你會發現還很多東西都加CharGPT 但是不是內容有寫到CharGPT很多 其實好像沒有啦 反正就是加一個CharGPT 那很多讀者都盲目的 反正看到有CharGPT把它買回去了 但實際上裡面喔 大概頂多一個章節 是有講到CharGPT 其實它好像都沒什麼關係 當然我是希望說根據我的經驗 其實這東西是好東西 因為它真的可以幫你寫程式 可是它有沒有那麼萬能 沒有 你還是要知道一些基本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去告訴它說 給你什麼東西 你可以怎麼用它 這個可能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那其他的話就是一個基礎啦 比如說第一個 這是我們課程的重點 所以課程重點第一個啦 在前面一定要了解所有的函數 當然所有函數250就能學 所以你要學會就是 所有的函數都有共通點 它就是解決問題 那你要如何按照它的一個規則 你去使用它 其實它都有一些指引跟說明的 所以你只要按照指引跟說明 你就會用啦 所以你不用特別去背它啦 不是說250 選把它背起來是沒有必要 但是需要下功夫是真的 比如說你要整理 你要懂得分類等等的 那另外的話我講過啦 你說250幾個到底夠不夠用 其實坦白講還是有很多問題 是Excel的函數裡面沒辦法解決的 那怎麼辦 沒辦法解決 你就要把它變出來 那怎麼變出來呢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需要自己寫啦 怎麼寫 又跳回到VBA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在Excel裡面 要產生快速的解決方案的話 還是要自己寫 不過這個難度就比較高了 而且難度可能跳好幾個Label 所以可能大家要慢慢要有個概念 那當然因為這個難度很高啦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你想要預習 或者說你可能本身之前沒有接觸過程式的東西 因為我看很多東西其實都入門 那有一個方向可以提供給大家 就是我們在我剛剛提到那個雲端裡面 有沒有這個雲端裡面 雲端如果你假設有加進來的話 那你會看到這邊就有每一次上課的連結 包含就是像上學期的吧 上學期會有整理第一個清單 這是第一次上課的 第二次上課的 第三次上課的 每一次總共有十次 總共扣掉期中跟期末不上課之外 其實就有14次錄影 那每一次錄影的內容 這邊就有個連結嘛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連結點擊 就會跳到那個YouTube清單 那裡面的話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每個都看 你可以針對你比較不熟的部分 再去做那個 有沒有 這邊是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OK 是上學期的 然後這還有廣告 你可以把它略過 所以底下一樣 每一次 OK 這是每一次上課 所以第二次 假設今天是第一次 你希望看第二次上課的內容的話 那其實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底下的話 這個是我的頻道 目前3.94 快要接近4萬了 號稱4萬了 那如果你願意你就加 不願意不要加沒關係 訂閱不訂閱對我一點影響都沒有 因為我不是靠這個吃飯的 我這樣有一些YT 他是一定要 所以每次一定要叫人家訂閱 我沒有這個需求 而且我也不是網紅 那另外的話 我還有字幕 因為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別的網紅都有字幕 你的影片為什麼都沒有字幕呢 好 後來我就想了 我就加了字幕 所以有字幕 但是這個字幕可能 要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是AI自動產生的 我只是把它產生放上去而已 所以那個字幕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錯誤啦 OK 我沒有特別去改它啦 OK 好啦 反正就這樣 那裡面的話影片應該足夠了 那這個是上一個學期的上課之外 還有上上學期的在這邊 有沒有第一次到第14次在這邊 你們可以自己再點擊它啦 反正你就自己再看 一定就是一個清單啦 然後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上課的內容 然後你可以點擊它 自己再看一下 我想應該夠了 就是你先把這些 這些該知道的先知道一下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後面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大概哪個學院最多 我看一下 教育學院第一名 三個班好像是文學院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的話是科技與工程 第三文學院 OK 現在文學院好越來越多 OK 那你是哪個科技的 那這個AI 這個當然因為教育部現在大推啦 因為現在教育部變成說 希望各校有沒有 畢業時必修程式設計 然後這是上一階段 現在這個階段是變成AI 要把AI也結合進來 OK 我覺得教育部的想法是滿好的 只是說要怎麼融入進來這件事情 可能還是要靠老師去推動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很好 所以我自己就把它加進來 但並不是說有人特別還要 希望我加我才加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啦 就是我剛剛提到問卷結果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待會的話 我會再簡報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的一個綱要 那裡面大概有幾個啦 我大概等一下我自我介紹 其實也不用特別介紹啦 然後第二個就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自己可以斟酌啦 因為我一直想最重要還是要會做 做比理論更重要 當你會做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理論機 你就寫得出理論 但你不會做你背再多理論 其實我覺得有些是比較空泛一點點 OK 但也不是不重要 所以如果有時間 你可以稍微研讀一下相關的東西 其他的話就是我把它分五大類函數 然後分別做解說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先熟悉一下雲端上面的 第一個當然等一下 請各位先幫我下載那個範例檔 並且解壓縮 然後下載解壓縮之後 就先幫我怎麼樣 先幫我把雲端上面這個範例檔 然後下載這個DIP檔 下載之後的話把它解壓縮 那裡面的話當然有第一道題 第一道題你就找到那個01裡面的01 然後裡面有一個檔案 就是叫文字與字號函數吧 那這個檔子也蠻小的 你就是把這個打開 然後解壓縮記得喔 就這個把它解到桌面好了 把它解到桌面 解壓縮之後的話 那請各位先幫我開這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那個 第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第一道題目 那這個題目裡面的話 其實大概都差不多 每一道題就會有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其實蠻好理解的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有個欄位 叫做手機 然後我的手機 這個欄位呢 它的資料來源是從後面三個而產生的 那不是叫你自己用打的喔 09 比如說賈治郎 當然你比較沒有學過海數 09111個 然後駛碼一定要三個 所以少一個補一個0 所以084 7的話是007 這個就是號碼部分 有沒有 問題來了 你不是叫你自己慢慢key key到什麼時候 如果這邊有五萬個人的話 你kee到下課 下班都key不完 請你想想看 有沒有哪一些公式 可以解決你眼前的問題 然後把這些公式串接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公式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不是只有用這個公式 如果要更快的話 甚至你可以寫個程式 自動幫我把結果輸出 甚至你可以問一下 ChurchP說如果我有E欄這個欄位裡面 我希望把FGH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串接成這個結果 請問一下我公式該如何下 你可以問問看 我問的方式可能要再把它整理一下 好啦 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剛剛講的那個簡報部分